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这杰克介绍RN的一个应用 Text Generation,文本生成 我们可以训练一个RN 然后用它来自动生成文本 生成的文本就像是人写的一样 如果是用莎士比亚的书来训练RN 那么RN就会生成莎士比亚风格的语言 如果用Linux原代码来训练RN 那么RN就能学会写C语言 虽然写出来的东西编译无法通过 我先讲一下文本生成的技术原理 然后具体讲训练和文本生成的具体步骤 我举个例子来解释文本生成 输入半句话 The cat sat on the mat 要求预测下一个字符 可以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来预测下一个字符 训练数据是很多文本 把文本分割成字符 用one号encoding来表示字符 这样一来每个字符就表示成一个one号的向量 把这些one号的向量依次输入RN RN的状态向量H会积累看到的信息 RN返回最后一个状态向量H 在RN层上面是一个softmax分类器 把H与参数矩阵W相乘得到一个向量 经过softmax参数的变换 最终输出是一个向量 每个元素都在0和1之间 元素全加起来等于1 softmax分类器的输出其实是一个概率分布 假设这个神经网络已经训练好了 我们把the cat set on the mat 输入这个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最上层的softmax分类器 会输出这些概率值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概率值 每个字符对应一个概率值 其中概率最大的是字符t 概率值大约是0.175 有了这些概率值 我们就可以预测下一个字符了 有了概率值 可以选概率最大的字符t 也可以按照概率值做随机抽样 假设我们抽到了字符t 然后就把t接到输入的文本末尾 得到the cat set on the mat 然后把the cat set on the mat 这句话作为输入 计算下一个字符的概率分布 从而生成下一个字符 可能下一轮抽到的字符会是句号 生成的这句话就成了 the cat set on the mat 句号 再重复这个过程 下一次可能会抽到空格 再下次可能会抽到一个字符 不停重复下去 可以生成一段话 一篇文章 甚至是一本书 刚才我们假设RN已经训练好了 我们拿训练好的RN来生成文本 现在来看看究竟怎么样训练这个RN 训练数据是文本 比如英文维基百科的所有文章 把文章划分成很多片段 这些片段可以有重叠 比如红色这个片段作为输入的文本 后面这个蓝色的字符A作为标签 把红色这个片段输入神经网络 我希望神经网络做出的预测是这个蓝色的字符A 我设置片段的长度 segment length等于40 意思是红色的片段有40个字符 我设置步长stride等于3 意思是下一个片段会向右平移三个字符的长度 这是下一个片段 从字符H到空格中间这40个红色的字符 会被用作输入文本 这个蓝色的字母I是标签 由于我设置stride等于3 这个片段向右移动了三个字符的长度 假如这篇文章有3000个字符 那么我们会得到大约1000个红色的片段 和1000个蓝色的标签 同样的道理 再向右平移三个字符 得到这个红色的片段和蓝色的标签I 再向右移动三个字符 得到新的片段和标签 我再重复一遍 这些红色的片段会被用作神经网络的输入 这些蓝色的字符会被用作标签 训练数据就是这些片段和标签的pairs 假如一篇文章有3000个字符 这篇文章就会被切成大约1000个这种pairs 训练神经网络的目的是给定输入的片段 神经网络可以预测下一个字符 其实这就是一个多分类问题 假如包括字母、空格、标点在内 一共有50个不同的字符 那么类别的数量就是50 输入一个片段 输出50个概率值 每个类别对应一个概率值 训练出来的神经网络是什么样 显然会取决于训练用的文本 如果用莎士比亚的书作为训练机 那么神经网络就会生成 莎士比亚风格的语言 你用什么训练数据 生成的文本就是什么风格的 文本生成可以用来做一些有趣的事 有人拿8000个英文名字做训练数据 用来生成新的英文名字 这些全都是神经网络生成的名字 绝大多数都是新的 没有出现在训练数据里 像Rudy、Leviti、Varis、Lusa 这些名字看起来很像是英文名 但绝大多数都没有人用过 这说明文本生成器并不是记住训练数据 然后重复训练数据 相反 它能生成新的东西 能生成新的东西是一个好的性质 如果用Linux原代码作为训练数据 神经网络就会生成这样的文本 看上去就像是真的C语言代码一样 当然这种代码编译不会通过 我们写学术论文通常都用Latec写 写出Latec原文件 然后编译会得到这样的PDF文件 论文里通常会有各种数学符号和公式 在Archive网站上有许多学术论文的预印本 上面有Latec原代码 有人从网站上搞了很多Latec的原代码 然后训练神经网络 最后可以生成Latec原代码 生成的Latec原文件编译应该是通不过的 但是把编译通不过的地方修改好 就能生成这样的论文 看起来跟真的论文一样 你生成这样的论文之后可以试一试投稿 说不定会被一些垃圾学术会议发表 早在05年的时候 有MIT的学生写了一个叫做 SCIGEN的程序自动生成学术论文 他们拿生成的论文投稿 结果还真被几个EEE的学术会议给录用发表了 你可以搜下SCIGEN这个网站 那时候是05年 他们并没有RN这么高端的技术 要是用RN 生成的论文应该更象征的 没准还真能发表出去 文本生成的基本想法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讲文本生成具体是怎么样实现的 如果你不关心技术细节 可以不用看后面的内容了 我随便拿一本书做训练数据 拿任何书和文章都可以 用Python读取这本书 得到一个很长的字符串 一共大约有60万个字符 这是前1000个字符 字符主要是拉丁字母 空格 标点符号 以及换行符号 为了方便 我把所有字母都变成小写字母 首先来准备训练数据 原始数据是长度60多万的字符串 我每次取长度为60的片段作为输入 以及片段后面的一个字符作为label 把这个片段存到segments列表里 把下一个字符存到nextchars列表里 我设置不长stride等于3 每次向右平移三个字符的长度 得到下一组segment和nextchar 记录到两个列表里 再向右平移三个字符 得到下一组segment和nextchar 再平移三个字符 再得到segment和nextchar 重复这个过程 一直移动到书的末尾 这本书大约有60万个字符 每次移动三个字符 所以大约会得到20万个片段 准备好文本 我们要处理文本 把一个字符变成一个向量 于是一个片段就会变成一个矩阵 首先要建立一个字点 把一个字符映射到一个正整数 比如把A映射到1 把B映射到2 把C映射到3 在前几节课里面 一个token是一个word 这里的一个token是一个字符 有了字典就可以做one号的incoling了 这是一个segment的片段 包含八个字符 用字典把这八个字符变成正整数 比如A变成1 B变成2 这样就得到一个sequence 包含八个正整数 接下来把每个正整数 用一个one号的向量表示 把数字1 用这个one号的向量表示 它的第一个元素是1 其余元素都是0 数字2 变成这个one号的向量 只有第二个元素是1 其余元素都是0 做完one号incoling 一个字符串就被编码成了一个数值矩阵 如果这个字符串的长度是8个字符 那么这个矩阵就有8行 如果vocabulary等于5 也就是说字典里面有5个不同的字符 那么这个矩阵就有5列 前几节课里得到one号的向量之后 还要进一步做word embedding 用一个低维词向量来表示一个词 这节课不需要embedding层 原因是这样的 前几节课里我们用word level tokenization 把一句话分成多个单词 英语里约有一万个常用词 所以vocabulary设置成一万 那么one号incoling 得到的one号的向量都是一万维的 维度太高了 所以要用word embedding 把高维的one号向量 变成低维词向量 这里我们用的是character level tokenization 把一句话切成很多个字符 文本里通常也就几十个 或者一百个常用字符 比如字母 数字 标点 所以字典里的vocabulary 顶多也就一百个 做one号incoling 得到的one号向量顶多也就只有一百维 维度已经够低了 所以不需要进一步做embedding 用那本书做训练数据 vocabulary是v等于57 意思是字典里一共有v等于57个不同的字符 包括26个小写字母 空格 标点符号等等 我之前设置每个片段的长度是l等于60 每个片段里有60个字符 于是每个长度为60的片段就变成了60乘以57的矩阵 每个字符用57维的one号向量表示 标签是这个片段的下一个字符 这个字符编码成了57维的one号向量 那本书里约有60万个字符 分割片段的时候 我设置不长stride等于3 也就是说每次移动三个字符长度 于是这本书就被分割成了大约n等于20万个片段 n等于20万是训练数据的数量 接下来我搭一个神经网络 第一层是lstm 输入是60乘以57的矩阵 每个片段都编码成了60乘以57的矩阵 lstm层状态向量h的维度设置为128 注意这里只能用单向lstm 不能用双向lstm 文本生成需要预测下一个字符 必须是从前往后 这是个单向的问题 所以不能用双向lstm lstm上面加一个全连接层 用softmax激活函数 其实这就是个多类的分类器 这层的输出是个57维的向量 向量的每个元素是一个字符的概率值 字典里有57个不同的字符 于是输出的向量是57维的 打好模型之后要编译模型 指定损失函数是cross entropy 优化算法是RMS prop 然后使用训练数据来拟合模型 训练数据用X和Y表示 X是个tensor 它的第R一个slice是个60x57的矩阵 对应一个60字符的片段 Y是个矩阵 它的第R行是个57维的1号的向量 对应片段的下一个字符 现在模型已经训练好了 可以用它来生成文本 接下来要讲文本生成的技术细节 这里的model是训练出来的模型 可以用它来预测下一个字符 要用Keras的predict函数 函数输入Xinput是个60x57的矩阵 它是一个60字符的片段做1号的encoding得到的 文本生成并不是凭空生成的 它需要有上文 Xinput就是上文 Predict函数的输出是个57维的向量 每一个元素是一个字符的概率值 有了每个字符的概率值 我们就可以根据概率值来选择下一个字符 好,有了这个概率分布 我们知道每个字符的概率值 那么具体该怎么样生成下一个字符呢 我介绍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叫做Gridic Selection 哪个字符的概率最大就选择哪个字符 用python的ArcMax函数 就可以得到下一个字符的index了 查一下字典就能把index还原成字符 这种方法是确定性的 deterministic 没有随机性 给定初始的几个字符 后面生成的文本完全是确定的 完全取决于初始的输入 这种确定性的文本生成并不好 我们希望生成的文本能尽量多元化 这样才能得到很多有意思的结果 如果用确定性的生成 只能得到很少一些生成的文本 第二种办法是从Multinomial Distribution 多项式分布中随机抽取 用这两行python代码实现 做随机抽样需要用到函数 numpy.random.multinomial 假如一个字符的概率值是0.3 那么它被选中的概率就是0.3 这种抽样过于随机 生成的文本会犯很多拼写和语法错误 虽然发生拼写错误是个小概率事件 但是重复很多次的话 错误一定会发生 第三种方法介于前两种之间 它有随机性 但是随机性并不是特别大 具体做法是用temperature调整概率值 这里要用到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 temperature 温度 把概率值做这种密变换 然后再归1化 把概率值做这种变换之后 大的概率值会变大 小的概率值会变小 极端情况下最大的概率值会变成1 其余概率值都变成0 这就相当于第一种确定性的选择 我举个例子 左边是原本的概率值 E的概率值最大 但是没有比其他的大太多 我设置temperature为0.5 对概率值做变换 得到右边的概率值 你看一下 E的概率值变大了很多 而小的概率值变得更小了 这种变换会让大概率值变大 小概率值变小 如果减小temperature 设置temperature为0.2 变换后的概率分布就更极端了 最大的概率值非常大 而绝大多数的概率值都接近0 如果让temperature更小 比如temperature等于0.1 那么最大的概率就会接近1 其余几乎都是0 这就相当于确定性选择 我举例说明神经网络怎么样做文本生成 假设我固定哪个片段的长度为18个字符 最初使的片段是这18个字符 the cat sat on the 最初的片段被称为种子 seed 文本生成不是凭空生成的 你得给神经网络输入些什么 神经网络才能不断生成后面的字符 你开个头神经网络接着你的话来写 把这个片段做onehold encoding变成一个矩阵 把矩阵输入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就会输出一个概率分布 然后从概率分布中抽样 生成下一个字符 比如我们得到空格 把新生成的字符空格加到最后 作为下一轮的输入 输入的长度固定成18 所以把第一个字符t去掉 这样输入的字符串长度还是18 下一步的输入变成了 he cat sat on the 空格 神经网络会输出一个概率分布 我们做抽样 可能会得到字符m 还是同样的办法来更新输入片段 把第一个字符h给去掉 把新生成的字符m接到末尾 这样得到的输入片段就是 he cat sat on the m 然后把片段输入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输出概率分布 我们抽样得到新的字符a 刚才我举例说明怎么样生成文本 下面我展示一下真实生成的文本 我把神经网络训练了一个epoch 意思是把20万条训练数据扫了一遍 然后拿它来生成文本 我用这句话作为seed种子 然后神经网络就给我生成了这些字符 这时候神经网络还没有训练好 所以生成的东西很奇怪 很多词根本不是英文单词 比如belivist,constive就不是英文单词 文本生成是随机的 所以每次生成的都不一样 我用同样的种子重新生成文本 得到了这些 感觉效果跟上次尝试差不多 到处都是假的英文单词 我接着又训练神经网络 训练了5个epoch 现在神经网络生成的结果变得更好了 大多数都是正常的英文单词 但还是有一些假的单词 比如developation,propest就是假的单词 我把神经网络训练了20个epoch 基本上收敛了 现在神经网络变得更好 生成的东西看着跟真的一样 假如你拿给一个懂英文 但是英文水平不高的人看 他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人写的 当然这里还是有拼写错误 还是不够好 如果你用更大的数据集 更大的模型 应该能生成非常逼真的文本 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想要生成文本 首先需要训练一个循环神经网络 第一步是把训练文本 划分成很多个segments片段 segment是神经网络的输入 next character是标签 文本被划分成了很多segment 和next character的奥远组 第二步是对字符做one号encoding 把字符编码成向量 每个字符都用v乘1的向量来表示 v是vocabulary 是字典里不同字符的数量 每个segment都用一个l乘以v的矩阵来表示 l是每个segment的长度 每个segment有l个字符 第三步是搭一个神经网络 输入层是segment 表示成l乘v的矩阵 然后是lstm层 以及全连接层 全连接层用softmax激活函数 输出的是一个v乘以1的向量 向量的每一个元素是一个字符的概率 最后用准备好的数据来训练神经网络 训练几十个epox 训练好神经网络 就可以用神经网络来生成文本 首先你需要自己写点什么 作为seed的种子 然后神经网络会接着你的输入来生成文本 然后是重复下面这几步 每一轮能生成一个字符 把片段做one hole encoding 输入神经网络 然后神经网络会输出一个向量 向量每个元素都是一个字符的概率值 根据这些概率值做抽样 得到下一个字符 把新生成的字符接到片段的后面 作为神经网络新的输入 开始下一轮循环 感谢大家观看 下节课我们学习机器翻译 与sequence to sequence模型